这是在嘉义市的一家餐厅业者 他们推出了这一道所谓的阴阳活鱼料理 仔细看看呢 那么整个鱼生是用滚烫的热油下去油炸 但是呢家肴上桌的时候 这个鱼头的这个地方还是生的 也就是说还是活的 这鱼嘴还会一开一合的 还是在动 甚至呢这个头部都还在呼吸 那么这道料理呢是业者说 他们远到四川去拜师学乙 您看到在炸的时候 师傅呢还得戴上手套 然后在鱼头的地方用毛巾呢 把它盖住 那么用鱼生呢去油锅下炸 所以呢端上桌的时候 鱼生是熟的 但是鱼头还是生的 有人就批评说 这太过残忍了 向市政府检举 想必这也是业者当初始料未及 业者用双手抓转活鲤鱼的鱼头 把沾了面粉的鱼生 放进去滚烫的热锅去油炸 大厨怕滚烫的热油 喷到手上会受伤 还戴着手套 等鱼生炸熟后 淋上拌好的汤汁端上桌 这道佳肴就是阴阳活鱼 怎么说是活的 注意看鱼头还是活生生的 而且嘴巴在呼吸 觉得怎么样 确实 韬客吃起来觉得美味 但看起来亏许残忍 这道阴阳活鱼 业者远到四川取经 得先预定 价格600块到800块钱 但没有想到有人认为太过残忍 向市政府检举 业者原先是想让大家尝美时的美意 如今引来非议 中天新闻侯国文 嘉义报道 没关系 儿ks 已经谐了